大家好,今天想与大家分享的是揭秘晚年幸福的密码 装自心态,让你逍遥天地之间 人生的长河中,岁月悄然流逝 当一个人进入暮年 即便拥有儿女,足够的储蓄,身体健康 仍然不能够保证晚年的生活幸福与满足 因此除了物质上的准备,更需要关注精神世界的建设 在人生的后半程,了解三脑病史 拥有一颗通透扩达的心态 成为至关重要的因素 就如同庄子般能够平和地对待一切 甚至忘却城市的烦恼,追求幸福晚年的关键 在晚年,身体和财富固然是关切的问题 然而,更重要的是心灵的宁静于圆满 一个人若能够洞悉生命的无常 对于生脑病死有一种淡然的态度 那么即便面对种种的挑战 也能够保持内心的平和和 来自对于外物物质的依赖 更是对人生生成事的意义的思考和领悟 庄子的思想中提到了 忘乎物,忘乎于天的境界 这并非完全的遗忘 而是一种对城市烦恼的超越 在日常琐事中 不被公民利路 得失荣辱所困扰 能够超越生活的琐碎 通达生命的本质 这种心静的培养 需要时间和经验的积累 但却能够迈向幸福晚年的必要的步骤 在面对子女的时候 应有一颗宽容的心 子女志有子女的福 对于他们的人生选择和经历 我们可以给予理解和支持 但不必过分的期望 他们替我们分担太多 如果子女有成就 有出息 当然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情 然而即便他们未必如意 我们也应该接纳并理解 不让这成为晚年的心灵的累赘 同样对于子女的孝顺与不孝 也需要一种平恶的心态去对待 人生有其有落 子女的表现 未必能完全反映他们的孝心 若我们能够致食其力 保持身心的健康 就算子女未能尽孝 我们仍能过让自给自足 心意自得的生活 这样的状态 这或许更符合逍遥于天理之间的境地 要做到这一点 首先要学会放下 放下对子女的期望 放下对过往的纠结 放下对未来的焦虑 接受生命中的起起伏伏 以一个淡然的心情面对一切 这并非是逃避现实 而是以更高的境界来对待人生的曲折 放下不代表放弃 而是在放下的过程中 找到内心的坚韧和平和 透过庄子的眼光 我们可以更加的通透的看待人生 庄子的思想 强调了超脱城市 忘却扎念的境界 这并非是我们变得冷漠和麻木 而是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中 保持一份宁静 对于物质的追求 不可于过于执着 对于名利的纷扰 不可过于计较 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做到 忘乎物 忘乎天 在追求的这种境界过程中 精神的修念尤为关键 可以通过阅读经典文学 诚实冥想 参与社交活动等方式来 培养内心的临近 在日常的生活中 可以学会欣赏身边的美好 从小事中找到快乐 通过这些方式 慢慢地培养一种超脱世俗的心境 使内心达到平和安详的状态 当然这样的境界并不是一处而就的 需要在平时的生活中 不断地调整和修念 可以选择与积极向上的人为伍 学习他们的积极态度和乐观的心态 同时也可以学会接受生活的不完美 用一颗平常心 对待各种的困难和挫折 总的来说 晚年的幸福 需要综合考虑身体财富和精神的三个方面 身体健康是基础 财富是保障 而精神世界的平和是最终的目标 在追求这一目标的过程中 学会放下接纳一切 保持内心的宁静 或许能够让晚年生活更加幸福充实 真正的达到逍遥自在的境界 这种境界并非是高不可攀 每个人只要有心 都可以朝着这个目标迈进 过上一个更为幸福满足的晚年生活 在晚年追求幸福的过程中 对于子女的理解和宽容至关重要 子女自有子女的福 这是一个深刻的人生的哲理 当我们能够超越对子女世界成就的过度期望 不因其得失而过于喜悦和沮丧 就能够更好地维系子女关系 尽管孩子可能会有不同的生活的选择和价值观 对于他们的尊重和支持 我们构建一种健康平等的亲子关系 让我们在晚年更享受家庭的温馨 然而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 即便子女的表现出色 也能够遭遇各种的挫折和困境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学会宽容和理解 不过分责备子女 而是在他们分享人生的经验 给予坚实的支持和鼓励 通过在晚年与子女之间建立真诚的沟通 可以缓解潜在的矛盾 保持亲子关系的和谐 对于子女的不孝和不成熟 更需要以一颗豁达的心态看待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长过程 不同的人生的轨迹 这并不代表着他们对父母的不孝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应该以宽容的心态对待 看到子女的优点 培养他们的独立性 让他们更有机会 同向生活的祈福 学到更多 对于身体的健康 这是晚年生活的基础 保持良好的生活的习惯 合理的饮食和适度的运动 可以降低患病的风险 提高生活质量之外 及时的体检和医疗保健 也是至关重要的 有了身体的健康 才能够更好地享受晚年的生活 实现心灵和身体的双重的复读 在财富方面 经济保障是晚年生活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提前规划退休金 投资理财 确保拥有足够的养老金 是保障晚年生活的经济独立性的关键 此外对于财富的合理管理也需要注意 避免盲目投资和贪图一时之力 保持财务的稳健性 确保晚年生活的经济的安全感 然而即便身体健康 经济充裕 精神世界平和 仍然依然是至关重要的 通过文学 艺术 哲学等方式 培养内心的淡然的成容 对待一切都是一种豁达的心态 同时 积极地参与社交的活动 与朋友 家人保持联系 坚定良好的人际关系 也有助于保持心灵的健康 忘却城市的烦恼 并不意味着逃避现实 而是在对待人生的过程中 找到一种更高城市的智慧 装置的忘乎物 忘乎天 是一种超出世俗 淡薄名利的心境 通过日常生活中 培养对物质的淡薄的态度 通过琐事 看透本质 才能够真正达到心灵的宁静和平和 在晚年追求逍遥自在的生活 不仅需要对物质 财富和身体 进行全面的规划 更需要在内心找到一种生成性的满足 通过学会放下 宽容他人 接纳生命的不完美 逐渐地超越世俗的纷扰 我们或许能够迎来更为宁静 愉悦的晚年的时光 总的来说 晚年的幸福不是简单的物质的付诸 而是一种身体 经济和心灵的全面的充实 通过全面的规划和精神的修复 我们或许能够在晚年 迎来更为幸福 充实的生活 真正的实现逍遥自在的境地 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在晚年上 过上充实幸福的生活 享受人生的余晖 好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您有任何意见或者是想法 请留言评论 同时欢迎关注和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